震完浸完,暴風雪夾擊,點救 日本大地震第四天,至今有70個國家和地區援助日本 中國救援隊前晚飛抵日本,當晚立即前往受地震和海嘯雙重侵襲的岩手縣大船道士,昨天早起開始搜救 另外亦有一隊由醫護人員和核輻射防護人員組成的救援隊,隨時後命前往日本 由28人組成的台灣搜救隊帶同台灣各界捐贈物資,昨天朝飛抵東京羽田機場,今天會去仙台救災 新西蘭、俄羅斯、美國和南韓等搜救人員和各國捐贈的救援物資,亦陸續飛赴日本救災 但東北地區將會出現暴風雪,預料救災將會難上加難